我們就請杜部長,謝謝 主席,還有我們今天兩位雨灘人 范政次和丁先生,我都叫他丁丁 以及今天來參加研討會的呂副院長和張委員長 以及其他的各位朋友 我想我就坐下來談好了 因為這個時間也很有限 那我就基本上按照我的這個PPT 當然我手邊也有一個準備一個稿子 大概印出來了 那麼請大家也可以隨著這樣 這個是 那這一頁大概就是我這一篇報告的一些小題目 這個小題目 大概先說明我的立場 再來講到這個題目 再來是第四個這二十年就是說 我的基本的這個今天來這邊報告的 這個倒不是說 要講在教育部任內 我們教育部 以及我這些所有同仁 大家做了哪一些哪些道圖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講講不完 大概有一些具體的呢 這個范正次的還有這個丁先生 大概他們都會談起來 我大概就談一個這個大致的一個趨勢 因為我是學歷史的 我基本上看很多問題都是從歷史來思考 所以這個把這二十年當作一個單位來考慮 那麼這個民進黨八年 以及我工作 我這個做公共服務的這個八年 到底是怎麼看待 那基本上就你看一個去法西斯化 自由化本土化 大家看來看去就是這兩個名詞 就是法西斯化中國化本土化自由化 大概就是這些名詞 這是兩組啦 這兩組 法西斯化跟中國化是成為一組 這個自由化跟本土化是一組 是這樣的一組 那再用這個比較激烈的這個政治術語 尤其是這個中國人 中國共產黨喜歡講的這個政治術語 其實就是這兩組概念 或是兩者力量的鬥爭 其實就這樣 談政治的人不要怕鬥爭 這個如果不不敢鬥爭 就沒有辦法談政治啦 好 那麼這個其實要講一些這個 比較有具體的事情 我會講一點高教技術 這個當然會講高教技術也有原因 最後就說談一點這個所謂的爭議 再來是不是留下一些影響 那麼以及談最後的宗旨 我們現在就很快的來進入這個本題啦 大概我還在這個講之前 我還是稍稍練一點我的稿子啦 那我的立場基本上我說 我是從學術界進入這個政治界 在我的生命主權力上 這是一段插曲 對吧 我想對民進黨來講 突然跑來這麼一個人來 也是一種意外啦 那我從事公務生涯有八年 那四年就是民進黨執政這八年 四年是在故宮博物院 四年在教育部嘛 但是我相信我走到任何地方 我都可以說我用最真誠的生命來付出 不過這個因為我不是民進黨員嘛 我今天也不是這個一股腦 就是說全心全力一定要來Pomo 說我做了些什麼什麼不是 我是用一個比較第三者的這個立場 來講一講我這個過去的一些經驗 做一種這個歷史性的回顧 所以也許這個媒體這個不至於說 這個是你們這個老王賣瓜 自己這個都是說自己好 我希望能夠這個退後面一點 這個來看一看這個問題 那麼這個其實我們應該思考 這整個的是在一個所謂 政黨競爭的這個情勢裡面的 一直到今天還是這樣這個樣子啦 政黨競爭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常態 但是在中國人的思維裡面 這個黨爭是不好的事情 這個反正具有負面的意義 那但是我相信這個民進黨的人 都是具有這個現代文明的這個知識跟觀念的人 不過當你的對手 不論是此案或是彼案 那是中國人的時候 如果我在這邊以一個研究中國歷史學者的這個身份 我願意奉勸民進黨的人 多多了解中國歷史 如果不了解中國歷史 你不曉得現在他們的這個思維是什麼方式 他們為什麼會做這樣的決定 不論現在在台北的或是在北京的都是一樣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2008年以後 2008年以後 他們馬上啟動的就是 在這個跟教育有關的 就是這個課綱的這個修訂 這個課綱修訂 大家也知道 這個十幾年來 課綱修訂最大的問題 就是那個歷史科 歷史科 這個所謂國文科呢 是多多少少有一點 但是呢 也起了幾個泡泡 但是不像這個歷史科 就是這個大泡 長泡這樣 衝天泡 一直在那邊 在那邊打 是歷史科的問題 所以這個歷史科的這個修訂 這個我聽說 那這裡面有人 有那個他們選的委員就是說 來他要來撥亂反正 那我實在不曉得誰是亂 誰是正 這個如果我們說誰是亂誰是正 其實要應該要放在這個台灣 最近這個二三十年的這個歷史來看 你就知道台灣的歷史主流是往哪裡走 台灣的主體民意是往哪裡走 誰哪一個政黨做什麼樣的主張 他是順應歷史主流 順應民意 順應人性 還是說是反過來的 都是扭轉的 我覺得這個大家不妨這個思考一下 那有三個問題 我覺得在這個教育施政方面 這個有三個問題是需要先考慮的 第一個民進黨執政八年的教育施政 是順應歷史發展的主流或是反動的逆流 這個人家批評我或是批評民進黨的這個交易政策就是亂嘛 就是反動的嘛對不對 是這樣嗎 第二個是這個新的這個政策 當然就是民進黨的這個政策 對著這個舊的體制 會產生怎麼樣的改變 因為教育就是你不是說你要憑空什麼 他是沿著這個舊的體制下來的 那這一些應該怎麼樣評價啦 那來自於國民黨的這個爭議 比如說我被封為最有爭議的教育部長嘛 對不對最有爭議的 那所謂的這個爭議到底是屬於教育本質之爭 還是政治意識形態之爭 這個呢這個大家這個要思考這三個問題 那整個這個二十年啊 我想這個二十年一個基本的這個趨勢啊 就是1988大家也知道就是李登輝總統 他真正正處嘛 那也廢除戒嚴法 這個因為前一年廢除戒嚴法 到2008又再度的這個政黨分析 這二十年這個是台灣的一個覺醒 台灣覺醒的時期 這個覺醒時期大的趨勢 是專制走向民主 是極權走向分權 是從權威的這個統治者的權威的走向 這個被統治者的重視被統治者的人權呢 再來呢是以中國做主體的思維轉變為 逐漸轉變為這個以台灣做主體的思維 所以在整個我們知道在這個 這二三十年的這個教育的這個大分裂上 我是這樣劃分的 這個其實是兩邊 一個我剛剛說過是法西斯化 這個走向自由化 從中國化要走向本土化 所以如果因為我們今天的時間是一個 就是一個研討會的形式嘛 報告人都有一定的時間 不是說讓我一個人單獨演講 可以做仔細的這個深論 我這個只是提一個粗淺的這個 粗略的這個概念 那麼大家這樣來可以不妨去思考一下 那整個這個二十年改革呢 其實大家很明顯的看出來 這所代表的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嘛 對不對 我們我們在走的是一個人類文明要走的路嘛 也是台灣主流民意的趨向 是這樣的一個構成 但是在以前尤其戒嚴時期 兩蔣統治的這個時代啊 這個呢這個法西斯化跟中國化是合在一起的 是結合在一起的 這兩個的這個實質內容當然是可以分開 對不對 但是在落實到真正台灣的歷史 台灣實際的這過去這個一夾紙啊 這個實際的情況 他們這兩樣東西是密切結合在一起 那這個這個1988年以前當然是非常強烈的啦 當然90年代以後就逐漸鬆鬆鬆 不過大家不要忘記 不是現在都完全乾淨了 沒有的 沒有的 而且也有逆流再來 我想說我不再細說 那我們就用幾個這個照片 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 這個法西斯化 所有都是軍事教育嘛 這個哪裡有什麼 這個什麼人文為主的教育 就是當你把學生當作軍人嘛 整個的這個教育大家看看那個 比如說這個頭髮的問題 頭髮問題是小事情沒有錯 但是也是大事情啊 對不對 你什麼樣的頭髮 對不對 為什麼這個犯人 所謂犯人啊 被抓去關了以後 全部要李光頭 要全部只有編那個號碼 而沒有你個人的名字呢 這個同樣的一個道理的 在教育這個以前的教育也是這個樣子嘛 那這個就是頭髮的問題是在這裡吧 這個都有教育部的 以前教育部管這個了 管學生的頭髮都有公文的 好 那麼這個剛剛講的法西斯化 那中國話 中國話就叫你做中國人嘛 從小學生開始 就是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嘛 要做一個好學生嘛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教學生的這個人生的目標 就是要這個樣子嘛 所以我是中國人啊 這個地理這個 大家所以看 所顯現出來的無意不適嘛 這個是 那以前這個政治也是實際干預這個 干預教育的 對 那我去秀的這個是 這是小學課本 小學課本 旁邊改的這一些字 這個是蔣介石親筆批的字 他看到了小學課本 他要 他要拿來看 他要改的 是 是這個嘛 這個 這個大家知道他 他 這個 用用紅鉛筆來批那個死刑 這個已經 我們看到很多的歷史嘛 在教科書放也是這個樣子啦 那這個是秦孝瑜他的這個晚年的秘書 裡面就說到這個這個813松戶戰爭 在上海的那個 就已經就是要這個日本這個打中國了 這個這個那一場戰役 裡面的這個歷史的這個敘述 他覺得不準不精確 所以他應該要提提說 應該要怎麼說怎麼說 所以呢 說要言切糾正 要言切糾正 這個呢 這是蔣介石的秘書嘛 所以我們一般所謂的文檔嘛 對不對 這大概這個樣子 但是解緣以後再來這個 李登輝先生當總統 那麼開始的這個90年代以後的那個 開始啟動 那2000年以後 當然2000年這個時候 政黨輪替陳水扁先生當總統 對吧 我想這個就是其實 這個整個的就是一個 朝的自由化跟本土化在走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也是奉勸這個這個民進黨的朋友 像這個自由化本土化是民進黨的這個價值 對吧 要努力的目標 但是不是說只有我們民進黨才 才這樣做的 別人沒有做 不是的 其實這個整個歷史的這個潮流 就是從這個1988年以後 就逐漸逐漸的那個 就是現在還存在的一些國民黨的人士 在李總統的這個這個領導之下 也是在這樣做的 只是他們政治的考慮 當然李總統被掃地出門了以後 當然他們也就不再講那一套了嘛 就是就是這麼現實啦 沒有什麼這個深奧的道理 所以這個是 但是整個民律是一個歷史的這個主流 那這個歷史主流呢 在追求自由化方面呢 就是分權嘛 這個學校為主嘛 學生為主嘛 地方政府要有權力 不是完全集中中央等等的這一些 還有其他的這個政治問題 那麼最有明瞭當然 1994年的410教改 提出的這四大方向 這四大方向有的已經都已經完成 有的其實勞造都做了 但是有的當然在今天看起來 就2000年以後 逐漸一些問題也產生了 這個這個也是這個 因為有410教改 所以李總統才請這個中央研究院 當時中央研究院院長 這個李遠哲先生 來負責這個交易改革總治癒報告書嘛 那這個這樣的總治癒報告書交出去了 96年交交給行政院了 行政院有沒有做做多少 今天我也沒有時間細講 但是整個的說 剛剛講的說90年代的自由思想下的一些改革 那麼政府那時候的政府也開始在啟動了 這樣的當然到了2000年以後 有一些所謂的這個流弊 所謂的不合不適應的情形產生了 那這些產生大家都歸罪給這個李遠哲先生了 就這樣的 那你這個這裡面這個教育改革總治癒報告書 就是講這個要教育松綁四幸四財 倡通聖學管道建立 終身學習這一些我想這不會 那這個時期不要忘記 本土話在做 本土話在做第一 第一步其實就是鄉土教育 我沒有仔細講鄉土教育 就是這個在差不多9394年那個時候的這個鄉土教育 那時候當然就李總統執政那是郭維凡當部長 但是到了這個97年就實行這個當然前面有兩年的準備工作 到97年就正式的執行這個認識台灣 這是國中的認識台灣國中一年級 台灣的歷史台灣地理台灣的這個社會 就是三本都在這個國一來練這一練 但是這樣的認識台灣在那個時候也引起這個爭議啊 因為我是主編其中一本的嘛 所以我也是後來變成炮火的這個對象 我不細說這一些 那這個認識台灣當然這個後來就是 因為教育部有一個更大的改革 那個改革就是九年一貫 當他啟動九年一貫以後 這個取消學科領域變成領域 只有社會領域自然領域這個 這個文學語文領域 只有這樣的話 那自然而然這個認識台灣這一門課 台灣這個東西就消失掉了 消失掉我不曉得這個有沒有政治考量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任何做教育的人都振振有詞 對了很了不起 我們要這個九年一貫 是這個訪哪一國訪哪一國 但是九年一貫也有好多問題了 這個那當然這個410教改要這個講的交易基本法 這個在九九年的時候就通過了 立法通過立法通過這個很重要 這個其實就是交易權是在政府還是在人民的問題 這個哇這個這麼快了 所以整個來講這個自由化是 其實台灣人這個一直在努力的目標 本土化 本土化 剛剛講的那些追求自由的那個 他們不太敢去碰本土化的問題 因為這是非常爭議的 所以這個後來其實本土 教育本土化是民心的趨向 我們只要看一看 這個從九零年代以後所做的一些民意調查 你到底能在問我是台灣人的 我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的 也是中國人 這樣的問見一出來的話 你就很明顯的 當然你應該要學台灣嘛 當然你應該要了解台灣嘛 政大選聯中心的這個 這個就是這一個兩者皆是的這個一直到兩千年以後 還是很高 這樣的問題就有不同的解讀了 我想這個這個統計學家可以去做不同解讀 那這個曲線是這個樣子我不細講 那看來這是這個這個2009年 這個已經是馬政府的時代民國98年 這個行政院院考會 這是馬政府的研考會所做的民意調查 五月裡面做的民意調查 我是這個自認為是台灣人的 百分之六十四點六 自認為是中國人的百分之十一點五 兩者都是的百分之十八點一 這個無明確意見的百分之五點八 所以他這個兩者皆是的這個數據就相對很低 低了一半以上 這個問題就是說看你怎麼個問嘛 像這樣的話 那這減下來的就是政大選聯中心的那一些 兩者皆是的一部 其實是他們自認為是台灣人的啦 是這樣的 好 那這個 還有一個台灣政府委託 一個調查公司所問的 問二十歲的 二十歲的 說你的祖國是哪裡 是台灣的 將近百分之九十 是中國大陸的五點七了 如果要向人家介紹你的國家是哪一個國家的 又介紹說我的國家是台灣的 是百分之六十九 介紹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的百分之二十四 我想這樣的一個趨勢 大家應該要了解 那其實我們做了很多生態啊 這個都是兩千年以後很努力的 你看這個個性化的尊重學生啊 這個本土的這個就地取材的樂器啦 學生還有呢 各種民俗 本來以前是被鄙視的 在以前是認為這個是不入流的 現在這個學校裡面都那個啦 好再來 不要忘記我們對原住民的這個重視 還有法界的問題 再來就是校園的這個人性化 美化等等 所以呢 那我想我現在不必再講下面 其實下面要講的就是教育不能管的事情 因為他編的預算來講他基本上是高教 那高教的話我們也累了一些 那麼我想很快的我就不講這一邊 所以有爭議的就是這一些嘛 那其實可以留下來的我覺得 也是可以啦 這個還值得那個 比如說當然是一個 一些參與的朋友知道 我們就是要掛這四個字啊 要掛那四個字啊 其實是千辛萬難的 這個不必再說 其實這個已經都太晚了 台灣沒有什麼用啦 所以但是 成立了有很多的 比如說支持這個圖博啦 Tibet也去哪裡了 支持法輪功的也去哪裡了 支持弱數團體的也去哪裡了 他會變成台灣的另外一種象徵 當然至於這個廣場在以前也是 比如說這個野百合運動 這個是給台灣很大的貢獻 他是已經是一個民主的象徵 現在其實掛了以後 又是繼續民主的 以上是這樣的 謝謝大家指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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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